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阅读 我是今天的主播靖慧 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题目是 教者上所诗下所孝 现在社会上有关熊孩子的事件频频发生 一个七岁的小孩曾谈言 爸爸妈妈每天逼自己学一大堆东西 却很少真正陪自己 所以很讨厌父母 同样被问及爱爸爸还是爱妈妈多一些时 另一个七岁的孩子回答道 两个我都讨厌 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 我想要的是什么 只会逼我学他们想让我学的钢琴 更耸人听闻的事件也真实发生过 一个初三的小孩为了买一台手机 以父母的性命骗取一万元的保险费 我们会惊讶甚至气愤 这些熊孩子怎么会有如此极端的想法 不是应该要知道孝顺父母长辈吗 孩子们知道吗 可是人不学而不知 何况是孩子 孩子本是一张白纸 他成长为什么样子 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孩子学习了什么 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个老师 老师乃是教者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 教者上所诗下所孝 老师说什么 学生就学着说什么 老师做什么 学生就学着做什么 所以父母的言行便是孩子学习的榜样 如果父母和孩子的沟通 变成了考试考得好 就可以吃雪糕 听话做家务就买一台自行车 努力学习就送一台相机 这样的话 那物质则成为了孩子去完成某件事的动力 与欲望 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就会想尽办法 以达到目的 因此 熊孩子并不是从天而降的 而是我们的言行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 所以在谴责熊孩子偏颇行为之前 作为熊孩子的父母 老师 长辈 乃至上司 也应该有深刻的反省 教者的根本在哪里 教者的尺度又在哪里 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教育的解读 不仅在教也在欲 说文解词中 欲是教子使作善也 即教孩子向善 做一个善良的人 而善也在于懂得做人的分寸 社会是一个共同体 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 密不可分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作为教者 教给孩子欲望与竞争 将来孩子也会反馈给我们 欲望与竞争 教给孩子善良 孝顺 为社会做贡献等等 将来孩子才可能是善良的 孝顺的 并愿意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希望社会越来越好 后代越来越好 教者就要以身作则 培育孩子 更是培育自己心中的善 好了 这就是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内容 我是敬慧 祝您平安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